2009年 我接受Discovery 訪問的時候 我有提到 台灣是華人社會裡面 保存華人傳統上葬儀式 最完整的地方 在周朝三里裡面 所規範的那些殡葬儀節 在台灣到現在 75%還在實施 還在進行 但是也有壞處 保存得很好是好 但是也有壞處 就是我們的繁文入節太多了 而且因為傳承太久 很多人包括我們的業者 已經不知道他原來的意義跟背景 所以我們來開這個課 就是要詳細的跟各位塑本追嚴 從周朝的周禮 儀禮 禮記 山禮裡面所記載的各項儀節 一項一項的跟各位解釋 古代叫什麼 譬如說幾個例子來講 古代叫朝夕窟 朝夕殿 現在叫早晚捧飯 早晚捧飯 早晚拜飯 那這個儀節是周朝的時候就有規範 那朝跟夕 朝就是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夕是黃昏 所以很清楚地跟你講 早上跟晚上要拜飯 這個就可以破除很多家屬問禮師說 早晚拜飯 那中午不用拜嗎 那往生者中午不用吃嗎 那很多的禮師就會跟他講說 那因為這個要留一餐給往生的家屬 給後代的子孫來吃 那這種講法是完全是不對 因為他不了解他的源頭 所以我們這堂課可以教各位 商上禮儀的這個源頭 然後可以跟各位解釋禮儀師 從古代到現在是扮演怎樣的角色 還有他的稱謂 還有殡葬文書 還有市場的佈置 還有殡葬的法規等等 可以講是要做一個好的禮儀師 一定要修這門課 修這門課一定會成為一個好的禮儀師